熒没有收到 congest的医生 这时候要考虑也可以用军中的 calculations 首先,你们认为在香港 中学生如何成为一位中医师? 在香港来说如果中学生将来为一个中医师 第一,当然要在JuFine系中要考取一定特定的分数 進入大學時會有六年制的課程 我們讀完六年制的課程 之後還要考一個專業的執業史牌 考到牌之後就可以成為一位中醫師 第二個問題就是 你們認為香港夠不夠一個中醫實習的機構 我們在香港可以在大學客廈的中醫診所見習 又或者去十八區中醫診所 都可以有一個見習的機會 而且去到第六年 可能中醫的學生 也有機會去內地的一些三甲醫院 去做一個實習的機會 就會多一些關於在臨床上 或者在醫院裏面的機會 那我想問一問 中醫學系的學習內容有些甚麼 我們主要都會上一些 中醫和現代醫學相關的課程 我們會上一些中醫的基礎理論 學中藥 學方劑 學針灸穴位等等 然後在現代醫學方面 我們都會學生理學 解剖學 一些簡單的西醫的藥理 病理等等 完成這些基礎的課程之後 我們就會分科去學習 包括內科 外科 虎科 疑科 骨傷科等等 所以我們中醫的課程 就涵潑所有的科目 就不會分科 可以說一說你們兩位覺得最深刻的意案 我比較深刻就是在第一二波的時候 因為大家可能對新冠 都是比較洪荒的情況下 一些新冠的康復者 可能他們會受到社會的一些壓力 又或者他們上班康復之後 身邊的朋友都未必那麼願意 那麼快去接觸他們 多時他們承受的一些心理上的壓力 可能會影響到他們睡覺 情緒 甚至是一些工作上難以集中精神的表現 所以他們的後遺症都會比較多些 但是去到現在來說 其實情況都已經得到一定的改善 那想請問兩位 你們學中醫 你們覺得最難的是哪些內容 首先中學生 我有機會可以親身去接觸中醫 例如說看中醫去調理一下身體 另外其實現在很多的電視節目裡面 都行不通一些中醫的內容 都是行程啊 或者最強生命線的電視節目 都不時會提到中醫的